植物人蘇醒開小黃遭追撞害生活現昏境 新竹這名35歲小黃司機古佳熙 13年前一場車禍 害他貪惑在床城植物人 所以這是你來第一隻啊 這是之前車禍對不對 對啊 整隻會穿掉 要死亡 應該不當便宜 那其極蘇醒後 積極復健治療 貸款買車當小黃司機 自力更生 今年3月他載客時 被漾炮後車從後方追撞 他先帶點修車費8萬元 原本一天平均收入1600元 23天維修期間 損失約36000元 為了腳車代還錢 他只能延長工時 我每天都要逼12個小時至16個小時的時間 我這樣做得來小金的很大力量 把金那個什麼 我們都幫他修好了啦 但是他提了什麼 贏點事 他把人家說 腳踏有腳踏 還說一千兩千五 有一點像 我們要來跟他公開 其實大開口這樣子啦 突發中心 我覺得他們在脫啦 報導